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帝国时期 这是英国,这是法国,这是意大利,这是西班牙 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以及意大利 今日各有不同文化,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在历史上,这些国家曾经同在哪一个帝国的统治之下呢? 这是什么?牌楼?戏院?什么呀? 禁忌场?禁忌场是什么帝国所建造的? 罗马?罗马帝国起源于什么半岛? 意大利半岛 西方有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到底罗马城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呢?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动画 罗马城的传说故事 传说新元前771年 天上战神马尔斯与凡人里女祭司雷亚西尔维亚 剩下一对双胞胎兄弟 罗马鲁斯与雷姆斯 一有预言,指他们长大以后会推翻残暴的国王 所以国王派人将婴儿遗弃在台伯河 但在台伯河边执行命令的仆人 由于同情婴儿没有执行命令 两名婴儿被一头母狼发现 母狼用鲁汁喂养两名婴儿 直到一名牧羊人发现 并带回把他们收养为养子 两兄弟成年之后联手建立一座新的城镇 但是因为争夺王位起了争执 结果罗马鲁斯居然杀死了弟弟得到王位 并将这个城镇以自己名字命令为罗马 这似乎预言了罗马一连串的血腥斗争 罗马位在拉丁平原 土地肥沃 加上位居交通要道 很早就有居民在罗马定居 并形成部落 根据史家的考据 罗马城的建立是逐渐融合 其他部落形成的 罗马帝国是历经什么阶段发展来的 西元前八世纪进入了王政时期 这个时期是由国王统治 主要是受来自北方伊特拉斯坎人所控制 王政末期 三位国王都是伊特拉斯坎人 到了西元前六世纪 罗马人推翻伊特拉斯坎国王的统治 独立自主 进入了共和时期 什么是共和 大权掌控在谁手中 共和时期 国家事务是由元老院与执政官共同处理 西元前三世纪才发展完备 执政官是由公民大会选出 通常出身于贵族 任其为一年 平时长行政 司法 暂时则负责指挥军队 但真正掌权者为元老院 他们是贵族和现任的执政官组成 任务是向行政官员提议 及批准民众的决定 重大事务 续经元老院决议后 交给执政官执行 所以拥有决策大权 罗马共和的精神是制衡的 目的是在维持共和政体的稳定 罗马哪一个时期 版图开始横挂欧亚非三州 罗马在西元前272年左右控制了整个意大利 并积极将势力延伸到地中海西部 可是当时地中海的贸易是被北非的加太基所独占 掌握了巨大的财富与军事力量 罗马如何成为西部地中海的强权国家呢 它与加太基爆发什么战争 结果如何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段 布尼克战争的动画 布尼克战争有三次 第一次 西元前264年 西西里岛人遭受叙拉股的压迫 同时向加太基罗马求援 所以掀起两国之间的冲突 罗马在希腊的帮助之下 赶召军舰在此海战当中 罗马使用新式武器乌鸦嘴 导致加太基防不胜防 最后罗马打败加太基 加太基割西西里岛以及赔款 乌鸦嘴 是一种铁制的钩毛 能够紧紧锁住敌舰 攻者便利用划车 放下吊桥 搭上敌箭甲板攻击敌人 第二次 西元前218年 这一次又称作汉尼巴战争 将领是汉尼巴想击败 罗马复仇 于是在西元前218年春天 部队由西班牙出发 越过从屋人攀越的阿尔卑斯山 在这次战录 加太基打败了罗马的士兵 但是加太基领导者并未给予后援 使得罗马有喘息机会 最后加太基失败 放弃西班牙殖民地 第三次 西元前149年 加太基在地中海的贸易市场 仍是罗马的竞争对手 罗马的政治家 每次在元老院演讲 总以我认为加太基应该被摧毁做结尾 因此罗马发动了第三次 把加太基彻底歼灭了 布尼克战争之后 罗马接着打败马其顿 赛留卡斯王国 以及摧毁了柯林斯层 建立了地中海东部的优势 整体而言 罗马人在共和时期 积极向外扩张 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周 所以很自豪地称 地中海是我们的海 因此地中海乃成为罗马的内海 罗马对外政策的原则是 风化而征服 为何罗马共和时期不断地对外扩张呢 为了自卷入希腊殖民城邦的争斗 还是贵族们争夺政权 或者为了经营利益 为了海外贸易利益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 改为木兵之后 士兵期望将领能为他们取得土地 你说还有呢 到了共和后期 罗马发生内战 有实力的军事将领逐渐掌握大权 先有凯撒的独裁 后有乌大为的崛起 凯撒是罗马共和末期 杰出的军事统帅 政治家 他征服了高鲁 现在的法国全境 还攻占了日尔曼和不列天 现在英国部分地区 他最大的攻击是征法高鲁 就是现在的法国 之后长达三年的内战中 他也征讨西班牙 希腊 并追起 庞培到埃及 与埃及女王 克利奥·佩多拉结盟 接着征讨本都王国 西元前46年 凯撒消灭了北非庞培的余党 西元前27年 进入了帝国时期 西元前27年 元老院向他献上奥古斯都的封号 他成为罗马的帝位皇帝 在位40多年文治武功圣迹一时 为往后200多年罗马的和平奠定基础 他也继续拓展疆域 将预除了横跨亚洲 非洲的埃及 几乎欧洲的重要国家 如意大利 法国 英国 西班牙等 也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罗马 罗马为何能由一小城邦发展成大帝国呢 地位指 坚强务实的民族性 为了利益不断扩张 质朴永逸的公民精神 斯多格派哲学重视简朴坚忍的态度 军事改革扩大了边缘 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兼具贵族制与民族制优点的混合阵体 八万公里坚固的道路 军团可快速移动到边疆 或者天命如此 你说还有呢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的启发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滴水可穿石欧 你学会了吗 罗马哪一个时期已开始对外扩张 将欲横跨欧亚非三洲 共和时期 罗马的内海是指哪一个海 地中号 地中号 无论 无论 无论